下个月12月14号就是安倍日本国会要进行大选的日子 其次呢238席安倍才会选赢 安倍这次的大选对他而言是生死交关 为什么这么说 请看安倍曾经说过 既然国会我已经把解散掉了 我就要破釜沉舟 我一定要赢 如果我选输的话 来两个关键是我安倍就下台 昨天我们有说安倍下台你不要小看 如果国人我们你我 最近不是抢换日元吗 买日元呢 你就得要关心安倍到底选赢还选输 因为他牵动日元到底会续扁还是生 请看我们的分析 如果安倍选赢了 不用讲安倍成功了 印钞票是对的了 才会出现了日元继续狂扁 一二零一三零一五零都有人在讲 刚刚宣哥有说 很空头的就是这个了 然后呢你我台湾人投资人 如果现在要换日元呢 等一下了 等到呢十二月十四号 他们选完之后 因为日元会在中扁嘛 我们就等到这一天之后 再来大换日元 因为那时候台币会更值钱 可是不好意思 如果以刚刚宣哥的推论 安倍你应该是输的 刚宣哥还在跟我聊 不知道会不会输了 大家听看看 如果他输了 请问另外一派就会觉得 安倍你搞什么嘛 印了那么多钞票 结果日本的机器还是通缩 还是那么威靡不振 所以印钞票是错的 因此另外一派 他绝对会阻止日元继续扁 接下来日元扁 就会回升了 就刚宣哥的推论 就会直扁回升 靠近一一九 见到了顶座头 然后往下回升 一零五啦一百啦 我们不知道 总之有人在推论 所以如果真的安倍选输 日元呢由重扁转升的话 接下来麻烦您就要听仔细了 分两种台湾人 台湾人如果想要换台币值钱 换很多很多日元 去日本玩 那么因为他转升了 你就换很少啊 你就不要再换日元了哦 不要再换 可是哦 刚刚炫哥说的 因为他会转升嘛 如果你今天买日元 换日元 是要买起来做投资的 因为他越升越升越值钱嘛 那拜托你就要买哦 所以这分两种管道 投资的你就要把它买进来 出去玩的 你可能就暂时是不对换了 因此呢这两种情况 靳城您的解读 我觉得输的机率比较高一点 输的机率高 因为说实在的 安倍这种印钞票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 说实在的 感觉上我日元贬值 我救了出口 但是呢对国内 他们本身的消费习惯来看的话 压力很大 其实最重要的杀伤点是 你安倍又要日元贬 又要印钞票 你干嘛调高消费税啊 对啊 虽然第二阶段的消费税 是延后18个月 现在是8% 对 本来要预计拉高到10% 延到一年半再来决定 对 但是你之前已经调了 杀伤性就出现了 对 所以对人民的支持度来看 它就降低了 而且呢 内部的企业 因为你日元的贬值 我们也讨论过 很多企业在破产 成本太高了 扛不了 很多人说我日元贬值啊 我可以这个出口更好 但是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购买的东西 买回来原材料 跟国外进口 你是变贵的 没错 所以你的企业成本是增加 那也有人说 油价也跌啊 但是呢 你一样相对贬的 跌的比你日元贬的幅度还要大 那不见得会比较便宜啊 所以呢 日系的倒闭 影响很多人失业 很多人失业之后呢 怎么会投给你啊 没错 怎么会赞神你嘛 所以呢 我觉得他要赢的机率 要过半的机率来看的话 应该会蛮低的 所以呢 这个就刚才 我们如果说安倍输的话 应该会转为稍微升值 感谢建成的补充 你知道在短短的大概 半年左右 两三个月时间 发现了日本企业 倒了一百多家 很吓人 因为日元不值钱 买油啦 买原料跟国外买 成本高的不得了 我已经两票了 两票认为可能安倍会选输 然后日元会重扁 见到顶转升 可是换又收回来 庆龙 我印象中啊 因为昨天也有专家讲到 特别提到说 其实安倍他虽然 民调往下掉 但是怎么掉也有四成多 在野的民调更低 只有个位数字 所以安倍自己认为 他是会赢的 我觉得应该是胜利在望 其实因为其实就像 目前各个民调显示 因为像日本的在野党 基本上其实就像一盘散沙 民主党就像一盘散沙 他们像目前以来 就是所策过最高的民调 都没有超过8% 那安倍虽然他这段时间的 声望有点往下 但是他基本上还是有 44%的一个支持率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日本人从两颗烂苹果中 如果硬要选出一个 他们勉强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安倍带给他们 日本人可能会有一种 一线希望的感觉 尤其过去这20年 我一直在强调过去20年 每一位日本首相上任以来 都想让日币重点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成功过 只有他成功过 所以他给日本人看到了一个希望 我觉得那个希望 他会不会是因为走在钢索上 那个是后续在来讨论 但是他的确有那个GOT往前走 在往前走的机会中 他目的当然就是要逼出 日本的消费的力道 很重要的 你知道日本人很蛮特别 日本的大妈 他们的私房钱16%是藏在 不是放在银行 是放在衣柜里面 所以他们要让这种 透过通货膨胀的方式 把日本人大妈钱全部逼出来 才有办法重新让日本 恢复一些经济的状况 你听到庆龙的答案了 我现在是2比1 庆龙认为安倍会选赢 然后日元继续狂扁 扁到7年以上的新低 然后宣哥跟建成认为说 差不多啊 应该扁会见到的顶 有扁转升 不好意思我四个来宾 剩下一个志诚 志诚那你是投哪里一票 我是投 长驱是继续扁 但是确实到了那个关键点 有没有 时间转折真的是要回档修正 这是没有错 所以短时间会有点 有重扁转升 对重扁转升 在长线上来看还是扁 还是转扁的 那为什么我会找这种论调 因为安倍 因为刚刚庆龙说 他认为赢的几率高 那我是从你的角度看 其实日本之前一直通说 大家不要忘了 日股以前是非常的低迷 对啊 几乎没涨过 股票没有涨 人民怎么会有钱嘛 那怎么拿出来消费嘛 那现在摆在眼前 今天不管说出口 到底怎么样 股票市场大涨啊 对啦 那大家有钱啊 那有钱很自然的 有钱不去消费 那还真奇怪 我肯定跟你讲 我去年我去日本的东京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说 日本东京 好像大家都很fashion 没有变成我去好像 我还更fashion的感觉 大家都像我坐电 以前我坐地铁的时候 都没有感到说 他们都带 那个女生带那种LV的 全部都名牌 去年都没有 所以我才会说 他们股市大涨 民间消费 没有带得起来吗 因为 今年看 今年有去日本的人去玩 你看一下 我敢跟你说 一定是很多 那个系列 时装的系都不一样了 真的还假的 日本人就是这样子 真的我没有骗你 所以今年我们反而顺便去消费 反而是有利的 所以你认为安倍的经济 在狂硬钞票之后 尤其在今年2014年 有见到一点点消费回温的迹象 对啊 我说实在话 假设换作是我们自己的话 你喜欢股市大涨 还是说永远都在那边低迷 好啦 那你去日本回来再告诉我 几个LV 几个GOOG8 好 我们提到了日本的整体的规划 刚刚好 乔达拉四位来宾 对于日元的看法都比较不一样了 掌握到也分享到了 因为大家很关心日本经济跟日元 但是更关心 有时候 他总是会有个脉络跟依循的轨道 什么轨道 现在呢 今天是11月底了 这往常的历史资料 每年的年底到隔年来年的年初 市场 听说台北股市大涨居多 是这样吗 如果是的话请告诉我为什么啦 好 每年的这个时候 其实真的确实从10月份 一直到隔年的4月份 大家注意 我其实我统计的资料 是有过去15年 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资料 报表放不够 对 所以瑞涵就直接剪辑了 就从2010到现在 照这样的时间来推论应该是 今年的第四季 来年的第一季 那就是半年时间 半年的时间 都是大涨为主 那为什么2010到现在 大概2014 过去这四年的时间都涨 因为我们这四年时间 坦白讲 这都是处于一个相对多头 这大家感受得到 我们台股从本来只有6000多点 一路涨到现在 是大概是8 9000点以上的水位 对啊 那我问说 这段时间为什么会比较 为什么都涨 美股很标准 美股过去这15年的时间里面 它总共只有三次 这段期间是付的报酬率 其他的全部都正的报酬率 而且不只是正的 甚至还超过双位数 这我大概猜得到 因为耶旦 圣诞 过年的旺季 没有错 其实因为美国的GDP 七成来自消费 那耶旦节 感恩节 开始遇到过年 都是消费旺季 所以它股市涨的机会比较高 感谢支持者给我掌声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因素 就是这个因素就够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 到底适不适合 在台股这边去投资它 我不敢肯定说 今年台股一定有机会 这段期间报酬率非常高 但是我觉得走正报酬很有机会 那我问你 因为我刚刚美国想到了 台北股市我也想到一个 好像这段时间 往往常常是财报空窗齐 您记得吗 做梦啊 我好都我好啊 公司都会做梦画大饼 对不对 对这也没有错 那正好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 因为前三季季报公众出来后 有很多的公司 坦白讲本利比都很低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投资朋友你要赶快把 就是说过去我们的统计下来 比较有机会在第四季这边到明年第一季 它属于偏多坐账行情的族群的股票选出来 这很重要 那我也提供了大家几个 因为我这边 我有特别去统计了一下 其实台股在这当中 比较明显的 我这样整个看下来 以LED IC设计 还有部分的 所谓的NB的品牌厂商 它的一个 就是说相关的 在这段时间 作账的一个主流 的一个报酬率比较高 我举例这样讲好了 我们来看像LED LED很特别 如果我从2009年 一直到目前为止 像金电 只有在2009年的时候 有过12月是付报酬 其他都是正的 那东贝蕾 只有2008年是付的 其他的都是正的 甚至前一个年度 还曾经12月大涨40% 所以我们政府在这时候 推那个路登岛 其实要叫路登国计划 是不是也是知道说 每年的这时候LED都会大涨 也许是 政府做多年 对 我不知道 可能也是刚刚好 有参考到这个部分 那还有包含到 各位你看 像IC设计 IC设计里面 因为我可能 也没跟大家聊 那种比较太小型 有的像中国大陆 尤其中国大陆相关IC设计 因为IC设计 往往在这个时间点 都是正好衔接到 隔年的中国农历 那时候拉货的旺季时间 所以你看得到 中国 特别跟中国大陆 有关IC设计 像是之前旺久 像迅捷 安国等等 其实这跟中国大陆 有关IC设计 包含到联发科 他们在这一段期间 从12月过来 他们的报酬都高很多 那我现在特别请大家 你像IC设计里面 你特别去选择 本利比低的 其实联发科 我记得上次来 瑞航问我 我讲了一个 我觉得联发科 以它这一种 现在的获利水准 大概已经有办法赚到 将近快一记一个股本 那你现在四字头 这种股价水位来说 真的算贵吗 IC设计很少的本利比 那十几倍出头 你说一记一个股本 四记就一年赚四个股本 真的这么厉害吗 所以联发科 现在的水平 你会不会太乐观 我没有乐观 因为你以十月份的营收 已经比前一个年度成长 百分之五十五 那就算 有合并的一些题材 有合并的一些题材 那所以你这种 获利的水平来讲 我很少看IC设计的 股价水会这么低 我请庆龙做点补充好不好 一年赚四个股本 是很吓人的 就我的了解 应该联发科的 获利应该是没有这么高 其实大概落在 EPS大概30块左右 应该是个比较合理的状况 因为这几年 其实联发科它有本身 因为这几年联发科 透过不断的购并 去扩大它的 IC设计产品的 那个产品线的多元 从购并雷零 到后来把成型纳进来 在购并的过程中 当然它的长期 是为了看公司营运的发展 让联发科 变得更有世界竞争的一家厂商 但是在购并的过程中 其实有很多的 不需得去克服的 比如说它在 201年购并雷零的时候 其实也曾经让它的股价 经历过一段的 一个整理的过程 它内部的文化 怎么去磨合 那现在又把成型并下 其实它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去做一些调整 那个联发科前三季 是赚23块 如果照前几季的 这样的水准的话 第四季赚个7块多 三十几块是三个股本 庆隆的意思 它应该看的是今年 我看的是明年 我是认为明年好 因为明年如果这种 景气的成长行情 联发科还办不到 这种成长的水平 到有办法挑战 往四个股本去挑战的话 那我想这个股票 大概也就这样 就这样居居了 还有一点明年 有诚心的益助 是这样子 那我认为主要是在成长性 因为你现在这十年 我们看的是成长性 那甚至讲金豪科 金豪科就是因为 联发科的关系 所以未来相关刚联发科 现在杀入整个穿戴的装置以后 各位要注意 以前很不怎么起眼的一些IC设计 感觉上好像是做二线的产品 现在中国大陆 现在都很缺 所以当金豪科 现在今年缴出来 这种获利的能力 本利比也压得这么低的时候 我是觉得这一整个系列 反而我是特别觉得值得看重 其实我补充一下 其实刚才资神讲的这些族群 第十二月应该就是年底 应该有一些机会 但是我觉得十二月还有一个焦点 选完了 做完账要做梦 做账家做梦 很多的族群集团做账业 或是明年第一季的展望性 可能都是一个焦点 我想刚好这期非凡商业周刊 我有提到 选后要布局什么族群 太好了 感谢建成帮我做点补充 我刚分了一下 非凡商业周刊的封面 麻烦 因为行情已经出量了 如果真的叙事待发 选后 到底有哪些的个股是沙盘推演 你可以不买 但你要先看 要先用功 知道吗 刚刚的那个制程 还没讲完 每到年底 到明年初四月份 这一波段 还有一个族群会长 回来之后留给他来说 那如果真的有机会 选前的最后一个礼拜 行情到底怎么走 炫哥已经准备好了 完整告诉您 但是呢 阿里巴巴马云也准备好了吗 马云针对全球的疑问 你卖假货 错 他说阿里巴巴旗下的所有的 淘宝网了天猫 绝对不可能卖假货 他的论点呢